我们是平安走路许愿账户 那这个同时也是我的课程 问题解决里面的一个示范专案 那我们的课程呢 sorry 我们的专案呢 其实真正的产品是导出公民的参与 那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 让大家在行人议题的这个参与 可以日常化 而不是要特别的一个活动 那很简单 参与的方式 各位也都会是我们未来的伙伴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加入我们 你只要在这个平常走路的时候 拍照和打卡帮我们勾选一些资讯 其实都就已经可以了 那我们的专案在推出30天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770个人参与 现在已经接近800个人 当时已经有1700张照片 那现在已经超过3000张照片 那所以对于我们原先的设定来讲 显然是一个对的方向 那么我们跟这个 大家在募集的时候呢 是跟大家这么说的 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听一下 你如果要参与的话 基本上呢就是你只要再走到路上 拍照好上传 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 很小 勾选人行道的一个状况 这样就可以 那我们后续呢 会利用一些评分转换的机制 让它变成图示化 大家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不同位置的行人空间的差异 甚至工部门如果想要改善的话 比如说它可以去勾 在通 有人说这个是通学用的 但是它必须绕过某些东西 好才会到学校 然后会碰到汽车到底在哪里 可以做优先的一个改善 那后面呢 如果这个资料够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看某些项目 随着时间的变化 尤其是在学校附近 好或是套叠行人事故热点 去看随着时间 好它的状况有没有改变 好是优化还是烈化 那当然我们真正的目的 好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除了工具 好资料之外 我们希望做的是公民的参与 那所以如果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最重视当然是 就是参与的一个部分 那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一个数字 好那我们在后台呢 这个资料 很多 那我们看到很多 跟我们的鼓励 那也很多人跟我们讲说 他终于有机会 可以出一份力量了 而不是只是看到很多地方在 骂 好这个地方做的不好 那个地方做的不好 而是有机会 可以做参与 好 sorry 那我们的专案呢 在一推出的第二个礼拜 也已经跟天下杂志的专栏合作 在3月23号的时候 我们有些论坛在台北 好所以也欢迎大家 跟我们一起来做讨论 也就是说我们的专案 并不是到今天为止 它是一个会持续成长 好的一个专案 那对我来讲 这个专案最大的收获是 我终于有工作的伙伴了 刚才的770个伙伴 是参与这个专案的朋友 但是真正在后面出力的 是这些我在专案里面才认识的朋友 那所以后面呢 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由这些朋友来做的 因为我完全不懂城市跟数位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刚才有一个面向是我们要累积数据 为什么我们要累积数据呢 因为在公部门给的资讯里面 其实大部分都是硬体的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数据是1700张 可是到这次上传的时候 其实已经接近3000张 昨天也已经就是超过了 整个照片呢 涵盖整个台湾的部分 每一个县市都已经有了数据 那么在公部门的这一个图资里面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良好宽敞 但是其实跟实际的状况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们的专案呢可以呈现硬体以外的因子 更重要的是参与的人不是只有公部门的人 而是全体的公民 那我们的工具呢是完全开放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用去别的主题也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跟刚才的公部门的这一个平台 还有国外华盛顿大学类似功能的 用来评比人行道的这个工序来比的话 我们是完全开源的 那也不需要收过专业的训练就可以参与 那我刚才为什么说大家都可以拿去用 我们发展的历程都在文件里面 甚至后面各位看到转换评分的部分 只要你会改数字阿拉伯数字 我们都有告诉你怎么去改 你可以去做你自己的评分 如果你觉得我们评分的这个方法不对 好不好那欢迎我们一起来做 那到底数据是什么呢 可以看的故事真的很多 最直接的我们从照片勾选的那个count来看的话 其实在我们的三千张好是一千七百张里面 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有人行道的 那你会说为什么我们说大部分 因为在这边被构成无人行道的 很多其实是骑楼加盖成 看不出来有人行道 所以实际上有人行道的比例是很高的 而看得出来有人行道的大部分都够宽 可是呢我们却看到大部分都是有汽车行驶的风险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 我们就知道真正要重视的其实是管理的部分 那我们的评分模式呢有三种 那我们后面看的会是这一个部分 那这个结果可以给各位看的是 这边是县市的平均 那你一定会去看你的县市在哪里 那你也可以去做村里的平均 去告诉这个里长你要改善的 是哪一个面向 甚至视觉化 不同的视觉化 这个地方很多学校却有很多红点 应该是这个乡镇主要改善的一个主轴 那所以我们可以去看这些东西 甚至我们有视觉化的这个APP可以做呈现 所以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去看各个村里 各个村里它的点 点位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去点上面的 这个照片直接去看它里面各式各样的评分 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有非常多绿色的 它是县政府所在的位置 可是其他地方却有很多红色的部分 那这个就可以提供给别人做一个参考 谢谢 好让我们感谢团队的发表 接下来看各位评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 请问一下如果这一个变成一项公共服务 对不对长期可持续的公共服务对不对 那未来伺不弃的储存空间 在现在专案团队的构想里面最终是谁要买单 然后为什么他要买单 谢谢 看其他评审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好奇有没有用过这个APP去跟公部门沟通 然后得到的回应是什么 那另外一个刚刚有提到说评分是可以根据使用者 自己去改变 那如果每一个人的评分标准不一样的话 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比较客观的准则呢 谢谢 行动不变或特殊需求的一些使用者 有没有特别注迹或怎么呈现 还有如何避免少数人重复性的大量的放入资料 而造成公平性的问题 谢谢 好 等一下 不好意思 他们加评是有提问的问题 没有了 好 那可以 首先刚才谢谢老师有提到这个资料的储存 目前我们是协调中研院那边的一个空间 可以让我们绽放 那后面如果真的做起来的话 我们希望可以去做公民募资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但是那个部分我们还没有去讨论 因为我们想先处理跟公部门的部分 我们的下一个阶段就会是跟里长协调 因为我们的伙伴里面有提到说 我们的专案切入点非常好 那因为可以实际上去跟里长去做一些沟通 帮助里长去做很好的一个资源调配 所以如果可以从行政端那边来做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预期他的数量会大到我们需要去找新的伺服器 以现在的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理解的是公民资料的累积 其实本来时间就会很慢很慢 那现在很快是因为他是刚开始推的部分 那我们有一个我的第二阶段是里长变新计划 我们也有跟公务单位的伙伴他们愿意帮我们当作咨询 那刚刚有提到评分准则 评分准则是我们讨论很多的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使用的目的包含你要沟通的目的 本来就会影响到你去做评分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专案是支持多元评分的架构 那么多元族群的部分是一开始我们在推的时候最多得到feedback 就是说我们应该去勾不是只有宽度 应该有平整度这些部分 可是因为我的伙伴里面其实有那种 家里有重度脑性麻痹的小朋友的妈妈 他推的不是轮椅他推的是轮床 他可以我跟他讨论的时候 他说跟我讲说如果你真的要评量多元族群的话 你的单子会多到你的群众没有办法在当时 或是理解你的标准 比如说我们说平不平整是针对轮椅 可是自己推轮椅电动轮椅或者是适账的伙伴 他需要的行人空间其实是不同的 那所以我们才说这个我很希望有很多伙伴 可以帮我们去延伸到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位妈妈 他可以去评共融设施 他去评那个障碍设施是最准的 那所以我是有切一个阶段 初期的话会是行人的最基本的空间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多元族群的空间的部分 甚至我也有跟市长 我有一个伙伴在市长协会里面 是可以桥接去做市长的部分 重复上传的 这个倒是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 因为我们其实依赖着不同时间点的照片 去看他的变化 那真正重复上传比如说短时间之内重复上传 或是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重复上传 我们有减合的机制 群众标注平台可以开放给大家去标记说 这个不符规定 这个多笔上传或是去做这件事情 谢谢 好 那我们一掌声感谢团队的报告与回应